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一定要临场去应变 以不变应万变 一定要临摹左边一下 如果说 刚才他两个四拳 前选抗完之后 他对方出钱的时候 这就是摆拳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拳 尤其左拳 不要给他出钱的机会 这也是 比如说 我进入一种方式 当对方出两制 前选抗的时候 当他打的时候 我这个拳 已经上去了 所以说 我不给他 重击的机会 当 击打他面子的时候 他人本能把全王队 以下 之后 不要给他机会 再让你继续打 两下 这个步法 不要相信巴基文在练闯幕的时候 不要上闯幕 记住巴基文的闯幕 永远留在最后一集 也是重击的 之前的步法 记住 比如说 机短还是按照现在国籍的步法去走 按照现在国籍的步法去走 所以说 当他来自车链 打的时候 所以说 我是以前的步法 以前的步法定工 一拳 两拳 三拳 当快速打完之后 最后一集的时候 这个时候 基本要是我的拳 全部打开他的脸的时候 对手属于一种方向的状态 这个时候就留给你 咱们八页多的错误 这配合错误背 就直接把他弄你 这样的话 可能你对手造成一定让你上班 但是我们错误的做法是怎么办 错误的做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这个是错误的做法 千万不要一种做法 为什么 这么做的跟空的话 非常慢 连续打闯幕非常慢 而且你面临的是一个经过训练的一个国籍者 它是不存在去给你连续上闯幕的机会 如果说我要连续上闯幕的情况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它本能会反映的 而它反映的时候 再有权力的话 全都会关机了 全都会关机了 所以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我们一定不要在进入的时候 连续用闯幕去进入 一定要用现在的国籍方法 这个闯幕去进入 当闯幕是留在最后一几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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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凰 可以打算去试验一下 验证一下我的方法对不对 为什么要现在国籍的部 现在国籍部非常灵活 非常灵活 跳锅 测锅 传统能力非常灵活 如果说我们要老的办法 老的传统 这种广播球上的打扑 这个跨度就非常大 当你跨到前面的时候 第一拳有可能打到对手 但是第二拳有可能会躲开 但是如果配合上现在国籍的部 一二三 可以粘着它 最后一拳上去 我再强调一下 八级的草木 不是说在你打的时候就是用草木去的 不是每一拳每一次都用草木去的 这个草木永远留在最后一个重体上 就像类似到西太国籍当中的 实际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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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一下正经 好 不说大家能不能听明白 今天这个发现金融方式充分的课程 我大家将来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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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